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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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是陈燦平 我来了已经52年了 可以说是老挖球 现在已经退售了 所以有很多时间 来做我喜欢做的东西 我开始我不是历史家 我也不是收藏家 因为我收集的都捐出去的 因为你收在家里没有用 没有人看到 所以我说 现在我做这个事 觉得很开心 就是第一 买到已经开心 送出去跟他们找个家 开心 等他们展览出来 每人都可以看到 要开心 所以三个开心 尤其是这一个 因为这年是2019年 也是我们华工 建好了美国大陆的铁路 150周年之年 当时是从加州 Sacramento 也是现在加州的首府 一直到中部 欧马哈 这个铁路建好以后 一个华工都没有表扬 也没有一个胶片 有在这个开通以后 这个典礼 带典上面 你们看到现在的照片 都是当时的工作的 你可以看到冰天水地里面 还有工作 我们华工 建完了以后 就没有了 不得之没有啊 还赶他们走啊 排华了 还知道吗 这么多东西呢 我认为这一个是最厉害的 这个是工资收条 你拿了这个机票 你就签一个名 所以这里有记住工资是多少 但是最重要呢 在最上面呢 有中文 这个中文写着什么呢 圣立堂 谁谁代收 这证明呢 那时候呢 已经有堂口了 这些都是用来做 蒸酒啊 还是蒸水用的 还有中文的 你可以看到 拿收的东西都很糟糕 因为他们都是华工嘛 不是来旅游啊 这是做建铁路的工具 最重要的是这个猫嘛 这个猫就是把这个 杜钉打下去嘛 如果打得不好啊 所以呢 又有这个 remover 刀钉 这个nut 那 你看 那时候 有些一百多年前的杂志 报道 建这个铁路 他们根本就没有 讲 挖工 不过他们看到了 就挖上去嘛 那时候没有交商机 所以他们用挖 手挖出来 这个叫做 Wid printing 我也猜不到今天 会这么多人来 以为这些老 老东西 都不会有很多人来看 最重要是怎样子 我发这个新闻稿 有人看到了 就在Sacramento 这个 Railroad Museum 他说 哎 很好很好 你们展览呢 也借给我们展览 可不可以 我说当然可以 没问题 玩了以后呢 这些东西呢 都送为台山跟江门 哇桥博物馆 我们很高兴 工作 因为这个历史 很重要 这是一个历史 对中国移民 有些人 那些人 帮助了 他们有没有 过去 海里面 有些人 还没得到 那里面 是很值得 珍视 我们是在 历史上 历史上 而是 历史上 历史上 学习这个历史